HELLO 大家好,我是犯罪叔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频道的 我们这个频道主要是以积木的拆箱 介绍跟评接还有改装为主 如果你喜欢积木的 一定不能错过我的频道 一定要订阅 最好是可以帮忙我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次的影片 在下方记得帮我按赞 我们今天来介绍 这个是好久没有拆的一个品牌 这个就是S牌 S牌就是申保的另外一个品牌 申保做出口的另外一个品牌 它是机械狂飙的系列 代号是8880 三个八 适合六岁以上 比例是1比10 颗粒是1233颗 这一个呢是原厂出来就已经是动态的积木了 它这一款搭配的是少数 少数原厂出来直接搭配了双怪兽 一个双怪兽 然后四伏马达电池灯线 那我比较好奇的它是搭配双怪兽 它怪兽是怎么样去拼接跟怎么去传动 基本上目前在外观上面 前后桥的部分是没有看到 那个双怪兽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推敲 就是它不是用直出的方式 所谓直出就是怪兽直接穿一个走进去 然后动力直接输出在轮上 这一个方式它有可能是直接用 齿轮的转换 用齿轮转换 说实话因为怪兽的体积比较大 你要直接放在各个轮轴上的话 确实是会有难度 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 摆在中间这个位置 直接把动力做传导的话 在积木的拼接安装跟设计上 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不可会言的就是 动力某种程度上一定会流失 这是很直接的 再来 嗯 这一个呢 等一下我们拆箱的时候 我会跟各位介绍 这个里面有一个我不曾看过的专件 或许这个专件已经出来很久了 可能是因为我拼接的数量不够 对所以我没有去发现它 那等一下我们在拼接的过程当中 我会特别去介绍这一个专件 外观上面它是跟 我记得台湾好像翻译是魔爪啦 就这三个爪 魔爪的也是一个极限运动的品牌 跟着品牌的 这种大脚车 就可能要好好去搜寻一下 这个大脚车的出处到底是哪里 是不是实际上有这个品牌 再来看起来 不像是印刷件 从外观上面看起来不像是印刷件 应该是一般的贴纸 对 不过整体底盘是已经够高了 但是我觉得 双怪兽如果搭配这个 粗颗粒的轮组 速度可能会出不来 没关系到时候我们组好之后 我们再来去看 假设速度出不来 我们会不会再去换一些 像18001那种 浅颗粒的那种 算是比较高速的那种越野胎 到时候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不过说实话 这个造型 加上里面红色的座椅 那个真的是 气氛 那个 也不是气氛 那个设计拿捏得刚刚好 我个人很喜欢这样子的涂装 就是 颜色不要太多 但是有 一个 就是 一个到两个的颜色去凸显或者去点缀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 1233颗 我们看多久可以完成 依照大叔之前的平接速度 大概三个小时内就可以完成了 好了那我们不啰嗦 我们就直接开始了 好我们分件分完了 在分件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一个新东西 我不知道看到新的专件我就特别兴奋 这个呢是固定轮胎的一个支架 就是轮毁 轮毁固定的那个支架 各位可以看一下 里面是黑的 外面是 银灰色 所以表示他这个里面 因为他这个是拨不下来的 因为 大叔我只有这一个 我怕拨了之后就是硬是把他给破坏了 到时候不能使用 有机会我来买一个来拆解看看 这个整体的滑顺度我感觉很好 整体的滑顺度感觉很好 然后这一边呢 他现在就是要接上这个 就是这个球形的球头 对 然后我现在接上球头之后我发现哦 各位 他是 他不是完全是1比1哦 各位他是可以 是有阻力的哦 有阻力的哦 就是 他需要靠阻力来去让他旋转的 但是呢 这会不会到时候又是影响到我们双怪兽的发挥 我目前还不得 就是还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现在这样转 你看我转一圈了 他并没有转到一圈 我简单的做个东西好了 我们试试看他转一圈 他有没有转到一圈 我觉得他里面是应该还有什么结构啦 我们现在这样子然后转一圈 转一圈 回来 对 应该是看得到吗 看不到我再做个记号 我目前是这样子 我们转一圈看看他会不会转一圈 转一圈 他没有 他只有转了三分之一 所以他是有一个 里面是有靠一个阻力去让他去走的 有点像是差速系的概念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我们试试看 组装完之后看这个结构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的大叔讲解小教师又来了 我还没替这个单元想好名字 各位如果有想法的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看有没有取个响亮一点的名字 然后我们今天讲解一下这个避震的结构 这个避震的结构呢 这个避震为什么会拿出来讲 他比较特殊 各位可以看到前后两支避震是不对称的 通常我们都会用比如说前面这个 后面就会这个 就是会前面这个后面也是一样这一个 那或者是前面这个 后面也会用这一个 大叔讲的好像是干话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拿他出来讲 主要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会做这个角度 就是这个支架的这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们会 会因为积木的孔位 然后去捨去这一个支架 捨去这一个支架角度 那我们常常会为了要做这个支架角度 上面两支避震要做对称 所以我们会一直去调整那个孔位 其实这种方法这种做法更好 什么原因呢 我用一个长的跟用一个短的两个去搭配 去让这一个角度去做到我想要的角度 那我想要让这个角度 变成是更平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一个角度 这个后面 后面这支避震往内缩 然后它整个就会往上提了 往上提 所以它其实它 它这样的设计呢 是有效的去放大 用最少的颗粒数 是有效的去放大这个三脚架 应该是吧 我记得以前我学修车的时候 这个东西叫三脚架 有效的去放大这个三脚架的角度 我可以让它出来一点 我也可以让它进去一点 那就完全是在我们这个积木的颗粒怎么去搭配 其实很简单 只要在上面这个结构做一些改变就可以了 我这边可以就是 把这个支架呢 反过来装 或者是往后退一个孔位 往前退一个孔位 都可以去改变这个三脚架的角度 OK 那我们今天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 因为以前大叔刚开始在设计的时候 一直要求就是想的 就是对称对称对称 其实我们常常去忽略掉这一个 如果做不对称的话 它可以摆动的角度 可以把它放得更大 那这个东西呢 就大家以后如果有在玩一些设计 或者自己开发 这个东西 不要去一直想着说 我一定要做对称 有时候用长短去搭配 然后把这个角度放得更大 或者是把这个角度缩得更小 这其实都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做法 好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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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拼完了 整体速度其实是有的 那个速度感是存在的 然后大叔在影片当中有一个 介绍一个特殊的那个 那个新的专件哈 其实就是轮轴里面那一个嘛 我觉得他的 嗯 应该这么说 他的动力有点刻意被封印 所谓的刻意被封印是因为 我的想法啦 他是用粗颗粒的轮胎 然后如果是搭配的那一种方式的话 他变成他很容易会造成 轴啊 跟齿轮的跳齿 或者是 呃 就是轴的断裂 外向接头的断裂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于怪兽的动力是持续不断的输出 当你轮轴你卡住或者是 阻力较大的时候 动力持续不断的在输出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地方受伤 这地方就很有可能是第一次轮 第二就是外向接头 再来就是可能是轴 所以他改用这种设计 他是刻意那个那个 那个轮轴上面那个减速 减速轮轴 减速 我忘了好 不重要 名字不重要 那一个 减速的那个机构呢 他有个好处就是 当我们 阻力过大的时候 他是动力可以持续 不断在里面输出 就是做空转 但是有好就有坏 这种坏处就是 当你阻力过大的时候 他不会 持续不断的供给 输出力道 然后 他可能会在那里变成 是一个停滞的状态 这个反过回来去想 当然有好有坏 我们可不可以改 可以 我们怎么去改呢 我们把那个轮轴的部分 换了 换成我们一般 这一种 这一种的轮轴 用这一种的轮轴 当然前轮就不一样 前轮就要用那一种有带转向的 就是旁边有接头带转向的 这个是在后轮上面使用的 后轮单纯输出可以使用 就是用L薄片 看似两个到四个 然后去把它夹住 然后去跟前轮做搭接就可以了 其实这个难度不高 那各位稍微有想法的人 可能就很容易很简单 就去完成 各位可以去尝试看看 如果换了这个 做动力的直出 它的效果会是如何 我敢 大叔我敢打包票 就是整体动力输出之后 绝对会比现在这个状态来得好 就是动力 速度上面一定会比这个来得好 但是 反观回来去说 如果要做到这种动力这么快的话 还有一个结果 就是 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把轮胎换成那种 小颗粒的那种轮胎 换成小颗粒的轮胎 再搭配用那种 直出的那种轮轴 不要做减速的话 它的速度应该会不错 那目前的速度 其实已经很快了 说实话 在这种大脚车里面 算是也是排得上前几名的 不过我个人呢 这就看玩家们的需求 你是喜欢玩一些 offroad的状态呢 还是喜欢拿这种大脚车去跑高速啊 就是 纯粹依照个人的需求去做适度的改造 这就是交由大家自己去感受 去感受 觉得自己喜欢玩了哪一套 然后自己想要怎么改 甚至可以去把这个轮胎呢换成 如果真的要玩够高速的话 可以去换成我们大车型1比8的扁平台 那个速度跟抓地力跟整体出来的那个感觉效果 又会不一样 当然整体的车身就会降低 它就会变成是 呃 属于一种低趴的大脚车 再来我说回来这一个 其实拼接上没有难度 算是非常好拼接的一款 也是非常适合入手动态的一个款式 尤其喜欢速度感的 再来 侧边呢有一些设计 其实有一些小巧思 比如说它电池放在这里面 这个是可以开启的 左右两边都可以开启 再来还有我一个非常非常 我要赞同它的 这要给100分 贴纸的部分 它虽然是全速用转印贴纸 但是 算是我大叔我拼到现在少数有 那在拼接的过程当中 就是少数品牌有在拼接的过程当中 教你怎么贴纸的 老粉都知道大叔是一个手馋 我虽然很会主机木 我主机木的速度 算是 也算可以算蛮快的 这我也挺自豪的 因为毕竟我主了那么多 但是我一直一直以来有个做不好的就是贴纸 任何一个车型只要是完成之后去贴的 我常常都贴的不好 常常都贴的歪心扭吧 所以各位会常常看到我一些车型贴纸 不是贴的很完整 常常就是因为贴的不好之后被我撕掉 然后撕坏了 这一款呢 这一款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就是 我们在拼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这些贴纸 而且它是转印哦 它是转印所以它看起来会有立体感 摸起来会有立体感 它就是在过程当中直接把这些贴纸就告诉你怎么贴了 当你在拼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只要你没有拼错啦 只要没有拼错 你的外观就这样贴起来 你会发现非常顺畅非常好贴 而且贴的平整度啊 跟就是 反正就是很好贴就对了啦 我就 各位 我就是贴了之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一种 所以可以各位 在这边建议各位大厂 要嘛就是 贴纸少一点 要嘛像这个贴纸多的 就是尽可能 在拼接的过程当中 你只要拉一条引线出来 挂弧一下写几号 我们就知道要贴几号的贴纸了 我觉得这个 大家可以去效仿一下 好 那动力的部分呢 实车完整之后的动力部分呢 我们等一下直接到户外去做测试 测试完之后 我们再做最后的结论 那我们现在就到户外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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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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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7 8 8 9 9 9 就放下來了,不用擺 各位看完這台雷神之鎚有什麼想法 我只能說動力是桿桿的 如果我猜它如果是取消了 有機會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如果取消了四個輪軸的減速機構的話 跳尺的問題可能就會產生 但是如果跑平路的話 它可能它整體的速度跟效益會比較好 原因在於因為它還是透過齒輪在傳導 像我們剛剛這樣去爬去跑的時候 你遇到大顆一點的石頭 它沒有速度的話基本上是上不去的 那當然那個石頭如果是在中間的話是上不去 在輪胎上面它會因為它是四輪驅動 加上輪胎的助力它會幫忙往上推 所以遇到一般的石頭 顆粒比較大的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 包括我們在從草叢裡面在跑 然後包括就是泥地的上下坡 整體跑起來那個感覺是挺舒服的 是挺好玩的啦 不過基木還是有它的缺點 它不像一般的RC就是一般的遙控車這樣子 它的動力是非常的狂暴 但這是基木的缺點 但基木的優點就是整體的車身 是由我們自己去搭建跟平接完成 好了我們好熱我一身汗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喜歡我頻道的記得去訂閱 你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在下方 麻煩幫我按個讚 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要回家了一身羊被蚊子咬 好那我在這裡跟大家說聲再見了 再見拜拜